接着看到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 南区的竞选总部预计在15号要成立 总部是采取沙河游戏的作风 营造正面欢乐的气氛 适合亲子同乐 郑运鹏说他希望未来的桃园是处处欢乐 处处有乐趣 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城市 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 与多位市议员候选人在南区竞选总部 来场足球友谊赛 体验刚刚完成的小型足球场带来的乐趣 郑运鹏竞选总部位在中立区中华路二段 不同于传统的总部只有座椅办公室 他充分利用空间规划亲子设施 成为一处游戏乐园 总部的设计采用了沙河游戏的作风 让亲子能够实际游玩 凸显桃园的幸福感 这个里面的设计 当时我们借了一个旧的厂房 来做简单的这个改装 那内容的布置 我们也让我们团队的年轻朋友们 他们去在我的选举的大的方向之下 正面欢乐 让市民感受到说 桃园市是个有活力的这个城市 郑运鹏说 2014年桃园市民做了正确的选择 给了郑文燦一次机会 他认为八年的基础 已经让市民感受到不同 相信接下来的市民会有正确选择 不会再走回头路 所以2014年桃园市民做了很正确的改变 他们希望说桃园市不只是体制上升格 市政府的品质跟信任度跟效率也要升格 才给民进党的郑文燦市长这个机会 我相信经过了八年 市民会感受说这个改变是对的 他们也希望维持下去 所以回到国民党的时代 对市民朋友来说 是不可承受的重 也是他们不愿意去走回头路的这个方向 郑运鹏将在15号成立南区竞选总部 届时总统蔡英文可能立临 他会在会中向市民报告未来的建设 让市民维持现在的幸福感 让桃园继续成为一个欢乐幸福的城市 谢谢